地緣政治的風險影響非常多的 其實就是半導體業 因此歐盟現在 晶片法案確定協商完成了 它的規模是430億的歐元 大概是1.4億 這能夠搶救歐洲的晶片業嗎 其實他們歐盟這個晶片法 它有兩大重點 第一個它要拼在地製造 也就是晶片我要是歐製的 然後要吸引這個外資來設廠 像是我們台積電 所以你看喔 德國動作蠻快的 薩克森邦就宣布 他們要在台灣的台北 成立一個辦公室 目標很明確就是人才以及台積電 因為薩克森邦這個地方的首府 就是德勒斯登 這個地方就是傳言台積電 去了很多次要在那邊設廠 但是台積電沒有證實 只是現在有兩大挑戰 第一個是歐盟 這是一個成員國非常多的地方 所以要27國全部同意 第二 它的金額規模 都不及美國 美國人家端出的是 530億美元嘛 所以現在恐怕很難成功 再加上你看美國 它的前車之鑑是怎麼走的 包含了韓國的半導體廠 還有我們台灣台積電 都覺得說 美國的這些限制實在太多了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可是其實最近市場 秉析以待 大家在等的就是 明天的台積電法說會 因為現在傳言滿天飛了 多空的消息有非常的多 可是現在就說非常罕見的一個狀況 是20年來頭一遭 就是華爾街的分析師 竟然是一面倒的看好台積電 市場秉析以待 台積電法說會20號即將召開 法說會前夕華爾街 卻出現20年來罕見奇景 幾乎所有分析師 一面倒壓住台積電 紛紛喊出買進平級 雖然說看好股價 但對法說會釋出的消息 還是偏悲觀 小魔就預估 今年台積電 恐怕受到智慧型手機 釋況拖累 全年營收將衰退4% 凱基投顧也認為 在45奈米砍單下 下半年反彈幅度會很低 台積電三月的一個營收 是近17個月來最糟的一次 但再來要進入了五窮六角 訂單目前正在轉移當中 所以你說會太好嗎 我認為機率也不大 所以我認為這一波的 台積電的一個法說會的話 大概可以期待的亮點 不會太多 但其實就是因為 已經有了預期心態 即使法說會說法真的不好 也只是符合預期 專家看股價波動不大 但如果比預期更慘 股價要狂跌也沒這麼容易 價格區間來看的話 現在的價格區間的本益比 大概是合理左右 但是要等好消息短期沒有 你要等股價跌 我認為也非常非常難 目前來看的話 台積電的支撐區 大概是在500塊到510塊左右 目前其實下檔支撐非常非常強 率先公布第一季財報的艾斯摩爾 看今年訂單需求依舊 營收成長25%的目標也不會改變 但台積電實際情況好不好 一切都還是有待罰說會最終解答 東森財經 黃副翔 張華貞 台北採訪報導